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又到了一年的尾聲 而央行超級州也即將要登場了 到底美國要升息 央行跟不跟呢 我們來看到央行星期四呢 要舉行第四季的里監視會議 也是今年最後一次利率決策會議 那麼由於上個月出口上演了雙位數的衰退 加上第四季的旺季一點都不旺 所以市場預期呢 第四季 台灣要升息半碼的機率是不低的 而這也是央行總裁在屆滿之前的期末考 升不升跟不跟左右為難 那我們來細數2022年到現在 用升升不息四個字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了 央行今年以來呢 季季升息啊 Q1升息一碼 Q2升息半碼 Q3升息半碼 前三季合計已經升息兩碼了 如果星期四公佈呢 Q4要再升息 那就是連四升 房貸組的褲帶要勒得更緊了 我們來測算一下喔 假設如外界預期呢 這一次要升息半碼的話 那麼房貸利率將會從10月份時的1.827% 佔上1.925% 再創新高 以20年期的房貸貸款1000萬的房貸利率1.8來算呢 如果升息半碼之後呢 其實你前三季升息就讓你一年已經要多繳3萬塊了 那麼如果第四季再升半碼的話 等於呢 又要再多七千塊 算一算的房貸組 今年莫名其妙又多了 快要4萬塊錢的房貸負擔 這真的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喔 那麼也有學者點出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絕望 也有可能有不升息的關鍵 因為呢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大任 他指出呢 台灣11月的出口衰退 第四季也不樂觀 加上我們的CPI年增率已經明顯下降 所以他認為央行在Q4已具備不跟進升息的理由 而面對今年最後一個超級央行周來臨 其他各國又是如何呢 好 我們知道呢 美國聯準會15號要公布最新利率決策 市場預估呢 將要升息兩碼 使得利率會升到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四點五 恐怕要寫下兩千零七年來最高紀錄 而英國央行預估呢 基準利率要調高至百分之三點五 等於通膨率已經竄升到百分之十一點一 衝上四十一年高峰 同樣面臨通膨問題的瑞士 央行預期升息兩碼 必要的時候也會干預貨幣市場 我們現場時間交換給主播